人呢 强子 你不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老婆 你怎么过来了 你 儿子 有话好好跟我说 放心吧 爸 我知道了 老婆 有什么事 你说吧 我说你怎么每天不回家 原来是跟这个死老头子 住大房子了 你给我闭嘴 当初 咱爸在咱们家住的时候 你是横挑鼻子 竖挑脸 硬生生的 把他从咱们家赶走了 你以为这啥我不知道吗 你把他撵走 也行 我把我爸在外面住的房子 这样 我有空的时候过来看看他 不行吗 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次过来 大包小包的 还偷偷地给他塞钱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照你这样下去 咱们的日子过不过了 你想把他接回去 想都别想 把他接回去的话 我爸妈住哪儿啊 门都没有 门门 你行啊 现在 你爸 你妈 你哥 你姐 还有你们家的亲戚 现在 都住到咱们家了 就这样下去 这个家 会连我的位置也没有了吧 那怎么了 我哥 他刚刚买了房子 他没有装修呢 我姐呢 我刚刚失业 再说了 我们都结婚了 我爸妈不住我们家 住哪儿啊 睡大街吗 娃娃 我跟你说这些 也许你不爱听 从小 我母亲就走得早 是我爸寒心入口的一个人 把我拿扯大 你知道 我爸他在乡下 是住的什么房子吗 冬天露风 夏天露雨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都不知道 我爸是怎么劫持过去的 怎么 只允许你王孟静孝 就不允许我在城里 给我爸住一套房子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让你把他送到养老院 你就是不听 王孟 你说的是老话吗 我爸 他还好好的活着呢 他有孩子呢 这样吧 我最后再让你失步 我给我爸 在城里住一套房子 这做可以吧 不行 你知道在城里住一套房子 需要多少钱吗 我告诉你 以后 不许往这老头子 身上花一分钱 明白了吗 王孟 你知道你说这句话 我的心有多寒吗 当初 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可是一份的牌价 都没有网魂拿 这没有网魂拿牌价 也就不说了 你还问我们家要望 48万半的彩礼 结婚前 咱们就说过 拿他这个钱 去村里 好好的创业 可是 那个时候 正好赶上 你弟弟要结婚买房子 你呢 说都不跟我说一声 就把这个钱 给你弟弟买房了 买就买吧 这还不算啥 更过分的是 你把你家的情形 缺接到我们家了 我看啊 我就是太在乎你了 太挂着你了 你拿着 有堆你的爱 倒着你肆无忌惮的资本 你以为 这些我不清楚吗 怎么 你要跟我翻旧账是吗 儿子 儿媳妇 你们别吵了 爸 儿子 你还是把爸送回老家吧 爸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这俗话说的好 百在孝文仙 父母的咬鱼子 大雨天 如果 我正因为这些白眼狼 把你送回老家的话 那我就不配做你的儿子 强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谁白眼狼呢 老师父 你别生气 你现在就走 这还差不多 爸 你好好谈的 王王 你给我听好了 老婆没了 可以再找 甚至不找 爸 只有一个 哦对了 现在 咱们就等一趟房子 是我爸 攒了一辈子的心血 给我买的 我现在命令你们缺家 给我搬出去 因为 我爸 要回家